現在我們裡面就只有這個還沒介紹到的 在這個檔案救援裡面 這個 檔案救援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不小心刪掉 那給各位的裡面有一個 其實在我上面放的 檔案管裡面檔案救援我應該至少放三個 這裡您可以看一下 一個是這個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到上面去抓下來 這個可以不用安裝 一個是這個RECUVA 你也可以記起關鍵字網路上就可以找得到 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一個是這個 另外 下面還有兩個 各位 電腦上面放的應該是這個而已 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 那這個部分沒有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這兩個沒有中文 這兩個沒有中文 我就以 有中文的上面這個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你可能會比較 熟悉一點點 好我把它摳到這邊來 好已經有了 好在這邊 這個你打開之後直接執行 看你要64會員或32會員 因為 其實如果平常正常來講的話 你如果 刪掉 基本上在檔案總管裡面還找不到 那個垃圾桶 可是如果你是已經清空的垃圾桶 還是 像我 一開始講的你是按 Shift加Delete的 那就不經過垃圾桶 刪掉 所以呢 你要找就找不回來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軟體 你可以來做看看 好一開始進來之後他會有精靈 通常我就是略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取消就好了 直接從這邊 直接去找 比如說我想要找我的隨身碟 這裡 因為我從這邊 檔案從這邊刪掉的 我就從這裡找 直接就掃描 他就幫你找看看你裡面 是不是有 就是 被刪掉的 不過說真的 因為我這個32G 所以時間要比較久一點 好 找到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這個把它放大一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紅綠燈 有沒有 你再比對一下右手邊 像這種綠色的 非常好 所以救的回來 紅色的可能就不行 好 黃色可能就不行 那還有 黃燈的 像這種非常糟的 也沒有什麼機會 當然你可以做參考 那有的是有點糟 我看看有沒有那個有點糟的 非常糟 非常好的 無法救回 這裡沒有有點糟的 有的是有點糟的 好 那不管怎麼樣我就找這種非常好的來救好了 好 假設這裡 這個應該是 照片檔案 好這裡 居潮DCIM下面有一個這個 我先找一下 居潮 DCIM 這個 這個裡面的檔案 你看我這裡面 目前沒有那個底線開頭 對不對 好這裡沒有底線開頭 所以假設我要這一張 想要把它救回來 你就勾起來 那有的 他事實上點到之後可以看到右手邊可以預覽 不一定 那 你看到你要救哪一個 你就按 開始搶救就可以了 不過呢 你要救檔案 請把握三個原則 第一個 及時 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因為你越早發現救回來機率越高 第二個 不要在傷口上撒鹽 今天如果在居潮刪掉的 你救回來的時候就麻煩你不要放到居潮 你可以放到溪潮或別的地方 因為你可能 放到這個資料夾 就有可能怎麼樣 磁區會蓋掉 第三個 請你不要做磁碟重整 做完磁碟重整之後 檔案基本上是救不回來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的刪除檔案 他並不真正把檔案刪掉 他比較像是像圖書館裡面那個目錄不見而已 可是書還在圖書館裡面 所以其實 你如果做過磁碟重整 那你磁區就亂掉 他真的就找不到 所以一般就是說你發現的時候 早一點發現 馬上發現救回來機率最高 那如果隔的時間越久 大概救回來機會就比較少 因為有可能磁區就被蓋掉了 看你的那個空間 所以假設好了 就要開始搶救 那就看你放到哪裡 比如說放桌面上 好一個檔案就好了 所以我回來看看 看能不能找得到 好這個救不回來 對不對 好我們來找別的 找那個比較正常的 沒有了 因為 我比較少在這個裡面去做那個 啊這裡有一個 好這個 開始搶救 好我確認一下 在這邊 跟目錄下沒有那個檔案有沒有 Team Viewer 沒有我們回到這邊來 點進來 哇 這個也不行 這個都比較久了 然後這個 平常比較少 在這邊 解壓說看看 好不行 這個就不行了 但是其實 你可以試看看就是 我們有 提供兩三個 對不對 你要去試一下 因為也許 這一套軟體救回來 另外一套救得回來 另外一套救得回來 那第二種方法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種方式是什麼 針對 單一個檔案對不對 對或者某幾個檔案 可是萬一如果你是 針對整個資料夾刪掉的 那你這樣救就累了 所以 你可以到這邊 到這裡 選項這邊 到這個選項按一下 你把這個 檢視的模式改變一下 把它變成什麼 樹狀的 好 但是通常我會 用樹狀的 我還多做一件事情 就在這個動作這邊 在這裡動作這邊 我會把 把這個勾起來 恢復原本目錄的架構 因為如果你這個沒有勾 假設你可能那個目錄裡面有好幾個資料夾 那就回來只有檔案而已 全部檔案都混在一起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比較多的 那我會建議你這個勾起來 假設你裡面原本有三個資料夾 他就恢復原本的資料夾 會像這樣子 OK 所以呢 這個好了之後 你會看到他就像檔案總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你哪個資料夾你要把它救回來 你就這樣勾起來 然後按開始搶救就好了 這樣會了嗎 就那個目錄結構就會 保留下來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萬一 希望你不要用到 但是萬一你有機會用到 或你朋友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伸出援手 你不要笑他 好不好 這給你 參考一下 畫面還給你 我背後 說 你 先 你